好 来看到台铁桃园站今天上午6点31分 发生电车线断落事故 那么也造成了阴哥到内力之间双线不通 也到了上午9点29分 西线单线已经是抢修完成了 以单线来运转 不过东线目前仍然是在抢通当中 也预估中午12点双线通车 那么根据台铁统计 截至上午9点为止 受到影响班次共22例8900人 但到事故全部抢修完成 影响人数至少1万多人 这是从去年228电车线断落事故之后 最严重的误点 台铁对旅客时间延误表现歉意 如果对号列车延误超过45分钟以上 旅客是可以15天之内 在各站办理退票 免收退票的手续费